如果你有做錄製的話 那這裡你可以到這個地方 左上角這邊檔案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顯示錄影 左上角那裡 顯示錄影 那你把這個打開 它預設的格式是FLV 問一下各位FLV是什麼樣的影片格式 有聽過嗎 就是那個 FLV就是Flash Video 但是每一個你的電腦都可以播 所以呢 你這個格式 我們內建有一個轉檔 你看左上角有沒有叫重新封裝 就是這個 你把它按一下 它可以幫我們把它轉換成NP4 你按一下瀏覽 你選到剛剛那個影片 它會幫我們直接封裝成NP4的格式 你按瀏覽就會自動換到那個 它錄影的那個資料夾 你就按一下重新封裝 一下就好了 好一下就好了 所以呢我按一下 這個時候呢我們電腦就可以 主動可以來播這個 重新再進到顯示 有沒有發現 右手邊這個就可以看得到的 點開 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好所以 轉檔 那速度會比較快 有沒有找到 有沒有找到 那你說要不要讓它 預錄的格式就直接換成NP4 事實上也可以 這是錄好的 錄下來的 事實上你也可以直接轉換 就是說如果你希望它錄了之後 就直接用NP4 但是它會提醒你 如果直接用NP4的話 萬一你軟體比如錄製的過程 當掉了 你可能沒辦法還原 就是比如說我錄了五分鐘 結果最後一段時間 剛好不小心就怎樣 當掉 那你那個錄成NP4是沒辦法還原的 當然如果是FLV是有機會救回來 救回前面那幾段 所以我會讓它就是維持在就是 FLV的狀態之下 我只要做一個轉檔就好 這樣了解嗎 可以齁 好